的确还有让大家非常紧张的是 在全球地缘政治都非常紧绷的态势之下呢 基本上大家开始进行所谓的军备竞赛 但是我们今天要带您特别来关心到的 就是核武方面的军事竞赛 我们从斯达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间 当初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到底现在全球总共有几枚的核弹头呢 答案是12121枚 这个数字跟往年相比是减少的 但是同样特别注意到的是 现在在战备状态的核武 其实数量是年年增加 我们先来看到其实根据这个资料显示 全球到底有哪几个国家拥有核武核弹头呢 包括大家很熟悉的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中国大陆 以及印度 巴基斯坦 北韩 以色列等等 都是被这个斯德哥摩研究所认定说 有这个核武的国家 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现在进入到战备的核武的数量 是年年增加的 包括总共有9585枚 是可能投入使用军事储备当中 当中有3900多枚 接近4000枚的数量呢 是装备在飞机跟军机上面 另外呢在2100人民度电 也是处于一个高度备战的状况 所以从这个数据上要告诉大家的是 的确现在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是什么核武大战一触即发的状况 目前呢各个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的确是相当紧空的态势 我们再来看到包括全球目前的状况 基本上包括是俄罗斯跟美国都有5000多枚 所以他们数量加起来在全球的比重来说的话 光是这两个国家就占了九成之多 另外其实也说是快速增长的国家 也是特别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非常关心的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了 根据数据来看总共有500枚的核弹头 这数字跟去年相比又再增加了90枚 它的快速扩张的速度是全球第一 而且呢也被证明说它是快速的拓展 它在核武战备方面的实力 这也是第一次他们把核弹头 纳入了经常的战备当中 而且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就部署在飞弹上面 预计呢在2030年 它的军事实力还会大幅的上升 洲际弹道飞弹的数量呢 是赶上美国跟俄罗斯 另外呢是在北韩的部分 手上有50枚 但是它包括相关的原料的部分 其实还是可以组装将近90枚左右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 这是人类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因为现在是个战备竞赛的状况 是不断的向上螺旋式上升 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包括政治上的敌对 还有经济上的不平等 生态上的破坏以及军备竞争 都让这种失衡的状况 把人类推往越来越极端的方向走 另外呢其实大家也会希望台海之间 不要这么极端 尤其总统呢在16号的时候 在黄埔的百年孝庆上 致迟说了这一段话 他说不能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但没有想到这句话引发争议 因为所谓的首战及中战这样的说法 是从中国大陆解放军而来 所以当然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 已被马半批评 对此呢国防部长顾立雄也说话了 他说从来都没有求战 目标是要逐步的来削弱 中国大陆清台的规划 更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 总统这句话引发马前总统办公室 出面抨击 人民需要的是避免战争的总统 不是引战总统 顾一雄帮澄清 只是不满赖清德言论的 还有国民党立委汪小林 对于赖清德前一天重申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汪小林颁宪宪法点名赖清德说错了 本习以为赖清德总统 他才是中华民国的卖国贼 赖清德总统说 中华民国的前途 是有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 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2300万人共同决定 中华民国领土是在哪里 我们有经过宪法公投吗 汪小林更质疑 顾立雄怎么不反攻大陆 面对两岸情势紧张 英国金融时报15号报导 知情人士透露 2023年4月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对到访北京的欧盟 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 美国试图刺激他攻打台湾 但他不会上当 因为这将破坏许多成就 以及2049年 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专家点名习近平释出这说法 正是裴洛西访台及蔡麦会之后 那时候裴洛西回美之后 中共所发动的军演有关 中共会希望 把这些军演的一个行动 更加的知出有名 专家分析不排除是北京 有意把对台责任归咎于美方 也强化对台主权声索 从司法舆论战上 意图取得上风 最新消息我们要带来讲到的是 普京会最快在明天就会正式登场 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即将在他的新任期 展开他第二次的出访计划 这一次他的出访第一站就是选定在北韩 这也是他睽違24年再度踏上了平壤的土地 预计呢也在当中会跟金正恩两个人一起来讨论 军事相关的布局 而且呢这个普京他的下一站将会再前往越南 预计呢他这一次在北韩平壤待了两天就会转到越南去 这是我们刚刚为您转过的最新消息 不过相对俄罗斯动作频频来说 乌克兰其实也是稀奇的在拉拢自己的盟友 尤其他们举办的和平峰会 现在最新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联合公报 在这一次和平会当中的联合公报 有一些共同的共识吗 首先当中说不威胁或是动武或是侵犯领土完整 还有政治独立这是当中的一个对话 另外呢在俄乌战争的部分 俄罗斯也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促进了停战对话 这是他们的共同共识 但是呢90多个国家进入到里头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些联合公报的内容 像是包括有78个国家 还有四个欧盟机构签署 但是当中也有人不签的 像是印度还有沙烏地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有南非等等 他们本身都跟金砖国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而且金砖国家当中也跟俄罗斯 有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想象说 基本上在俄乌战士这件事情上 还是有国家是不愿意表态的 当中有一个国家表态了 但是呢让乌克兰非常难堪 是什么就是中国大陆了 由于在这一次俄罗斯峰会 应该说和平峰会当中 俄罗斯大家国际上很希望看到 透过这个峰会让俄罗斯感受到被鼓励 但是这样的效果是完全没有 为什么 因为大陆也没有派人参加 所以说也让乌克兰的企图也是跟着消散了 但是呢 泽伦斯基现在就说了 没有说过中国大陆是敌人啊 也呼吁认真参与这样子的乌战和平提案 等于说泽伦斯基的态度又在放缓 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早在几个礼拜前 他其实暗示中国大陆在促进俄罗斯 还有乌克兰的战争 缓和或是停火的状况 并没有太过努力 所以现在你可以发现到 他的态度是有稍稍转弯的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虽然这一次 美国总统900是没有到这个和平的峰会现场 但是副总统贺锦丽却代替拜登 再加码援助乌克兰总共15亿美元 但是呢 这样的作为刚刚好就被川普逮到小便子 他怎么说 他说泽伦斯基是史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他也强调说进入到百宫之前 就要了结这个无底洞 暗批应该说明是泽伦斯基虚索无度之外 同时也再打了他的目前竞争对手一巴掌 当然现在虽然说在这一次的和平峰会当中 有11个国家不签联合公报 但是在中国大陆还有乌克兰的角力当中 还有下半场 虽然说在这一次中国大陆 其实对乌克兰来说 他们认为其实并没有史上太多力量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 尤其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 《环球时报》就说了 在这场和平峰会上面 其实是西方媒体打造的一个选边站会议 收效盛为 所以说泽伦斯基想要拉拢中国大陆的意图 还有办法吗 有办法成功吗 看起来结果已经非常明显 强调乌克兰领土必须保持完整 终结俄乌战争才有得谈 这是乌克兰主导的和平峰会 多次强调的最重要条件 乌克兰在15 16号广邀90国在瑞士与会 会后有80国签署公报 同意乌克兰和俄罗斯谈中战条件 但绝对不能是乌克兰割地换和平 欧盟炮轰普钦抛出了假谈判真侵略 因为俄罗斯在峰会结束前夕 所提出的和平条件 就是要乌克兰撤出四个乌东二战区 并且宣布放弃加入北约 随即就被乌克兰拒绝 而且俄罗斯还是把错推给乌克兰 俄罗斯怪是乌克兰不愿谈 那么事实上俄罗斯和中国大陆 这一次都没有出席和平峰会 俄罗斯继续要求冻结战争 而斯文斯基则公开向习近平喊话 点名希望中国帮忙 但是大陆官媒之一的《环球时报》 就在峰会期间发表一篇社论 评论这场和平峰会 是西方媒体打造的选边站会议 收效甚为 似乎也进阶回应了大陆官方立场 TVBS新闻总和播放 再来我们也来看到一个立场不一致的 就是以色列国内现在的状况 似乎军方跟他们的总理之间 也出现了一种矛盾 主要是以色列的军队 进行到了战略停火 但是总理气炸了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是透过媒体 才知道这样的状况 我们先来看到以色列的国防军 宣布在南加萨 包括是克瑞沙洛关卡到萨拉丁公路 这段的空间当中 从早上的8点 一直到晚上的7点 就是暂停军事活动 意思就是暂时停止轰打这个地方 所以换算下来的话 每天是有11个小时停火的空档 当然对加萨地区的人民来说 是一个喘息的空间 但是呢 对这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亚鲁来说 却是更大的压力 他怎么说 其实他说他是完全不可以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决策 甚至呢 国防军的理由是 决议符合总理的指示 对拉法的军事行动不对 直到击败哈马斯为止 当中主要还是跟物资进入到加萨 出现了态度分歧 因为为什么要有11个小时的停火 主要就是希望趁这个空档 可以让更多的人道物资进入到加萨里头 现在加萨地区几乎都是废区 而且很多人都在这个人道生存 这条线上苦苦挣扎 所以ABC访问了以色列的官员 他们就说了 纳坦亚胡看到相关报导 是立刻联络总理的军事秘书 进行表态 所以从目前台面上的态度来上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 第一个就是呢 这个军方还有整个政府当中的态度 除了不太一致之外 还有呢 基本上以色列的总理纳坦亚胡 依旧是战役圣奸 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 现在加萨地区 的确很多人在生死存亡之间 尤其加萨走廊 很多人说他是陷入到了绝境当中 医疗系统完全崩溃 罹难人数已经超过了 三万七千人之外 还有上千名的伤害 必须要赶快的运出 离开加萨地区 甚至到国外救世 否则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 刚过去的24小时内 乙军在加萨走廊 又杀死41名巴勒斯坦人 也让102人受伤 加萨卫生部门公布 累计离难人数达 三万七千三百三十七人 可能是为回应美国施压 以色列军方宣布 从加萨南部的凯沙洛姆过境点 沿萨拉丁公路 每日上午8点到下午7点 开始实施战术停火 让等待的上千辆卡车 能运送人到救援物资进入 但9岁小女孩哈娜需要的是离开 像许多加萨伤患一样 再不外送治疗 她很可能因感染而死 逃亡了8个月 只因为想买块糖果 离开家人一下子 就被以色列空袭炸得毁容 哈娜全身20%烧伤 小脸上满是炮弹碎片的割傷 医生只能拿走碎蛋片 暂时撑起她的鼻子 但她睁不开眼睛 与她命运类似的 还有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 因空袭很可能 四肢瘫痪的受伤孩童等等 以色列当局是坚持 不开放附近的拉法国境点 让这些人只能在等待中 留失生存的希望 即使以军宣布在主干道沿线 日间停火 却没有在拉法附近停止攻击 以色列极右派政客 与总理纳坦雅胡 更是痛批军方这项决策 很愚笨 无法接受 现在按照一个 Israeli official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曾经认识 以色列军方与总理纳坦雅胡 分歧已现且无法遮掩 战术停火的另一个可能理由是 以军同时必须面对另一个 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场 以军指控黎巴嫩真主党 在伊朗支援下成为哈马斯的盾牌 不断侵扰以色列北部 在以军口中 以色列始终是受害者 但以离边境战事至今 黎巴嫩也有70多位平民罹难 而对于流离失所的加萨难民而言 从1948年以色列人来到建国起 至少三代巴勒斯坦人都是受害者 如今几乎所有活着的人 都是家破人亡 曾经儿孙满堂的巴勒斯坦老夫人 如今全家离散 儿女们带着她躲在汉尤尼斯一处学校中 没人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命的此刻 勉强找到一些食物 黯淡地过个节 她回忆着过去20多个家人 共度的欢乐节庆 语气里充满对以色列的愤恨 对加萨的巴勒斯坦人而言 以色列坚持在此建国 才是加萨走廊难以平静的祸根 即使停战也难解仇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刚刚看到的是纳坦雅胡 其实跟他的军事将领 还有国民军有这个观念上的分歧 还有作风上的分歧 但现在呢 最近消息要带来掌握到的是 纳坦雅胡也确定要解散 由六名成员所组成的战时内阁 这个原因呢 当然还是跟之前所谓的 这个战时内阁当中的国防部长 以及中监派的领袖甘死的 之前表态是有关系的 这个是我们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进度 由路特社的消息提供 也带大家一起来掌握 再来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以现在来说 真的大家在生活开销上是越来越贵 越来越多 尤其这个2024的生活成本 包括这个全球最贵的城市在哪里呢 其实听起来大家会觉得 也没有太意外了 包括第一名是香港 第二名是新加坡 再来呢 包括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都是来自于这个瑞士的都市 另外其实整体的趋势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说 都是一个东降西升的态势 因为呢 在当中的排名当中 欧洲的生存成本 还有在这个都市里头 必须要花的花费 还是明显偏高的 相对来说 东方的城市像是上海啦 北京啦 也都是下滑的态势 但是我们要带大家特别关注的 就是大家也非常喜欢去的 就是49名的东京 在这一次呢 掉到了第49名 跟去年相比 掉了30个名次 当然为什么下滑的幅度会这么多 还是跟这个日币贬值有关系 另外台北是排在69名 跟去年相比是下滑了12个名次 为什么会有这些排名上的波动呢 主要还是跟通膨啦 汇率有关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日本东京 还有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影响 还有居住及交通成本 都会让这些相关的排名有所波动 但是其实也影响到 住戏在这些大都市里头的人们 因为你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下降了 而且呢薪资福利营运上升 就会影响到 大家愿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工作 还有跨国集团如何调配他们人才的流动跟能量 这样子的生活成本危机呢 也导致这些大都市 尤其是排名网间的都市是更难留财 也衍生进一步的缺工危机 再来我们说到这个居大不易 在这个大城市里头生活 有时候这个花费真的要斤斤计较 但是呢最近大家划网路 或是看一些这个网页的时候 有没有一直被618的勾结 疯狂打到呢 但是618购物结在中国大陆 现在的买气是明显偏冷的 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在消费信心方面 真的不太够 但是在今年也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景象 就是高贵的精品这个价格下调 但是一般的民生物资 像是大家很熟悉的泡面啦 还有其他的这些食材等等 反而是逆势上涨 美国媒体CNN报道 由于大陆经济低迷 现在的消费者都偏好低价品 不只本土连锁品牌降价 包括西方速食麦当劳 苹果手机 电动车特斯拉 也得杀价拼买器 人人紧缩荷包 导致今年大陆电商平台618购物节 买气直直落 外媒彭博社报道 即使巴黎世家 凡赛斯 纪凡西 Burberry等精品 寄出空前折扣 甚至下沙超过五折 都未必能激起民众购物欲 618购物节 还有贵州茅台大促销 包括往年一平南球 被炒作至天价的贵州茅台 今年却罕见连续跌价 年初散平批发价 还在新台币一万二 但到了六月中旬 已经跌破新台币万元关卡 引发黄牛恐慌性抛售 但这些贵桑桑的 非必需品降价 老百姓无感 反而是穷人三件套 泡面 可乐 榨菜 逆式调涨 才叫人吃不消 康师傅泡面寒涨 被称为下饭神器的 培林榨菜也涨价 另外可口可乐 百式可乐也通通变贵 原本全部买下来 最低只要新台币40元 但现在想吃满穷人三件套 得花上60块 让基层百姓的荷包再度锁水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很多人到了新加坡去 都会特地到圣桃烧岛来看一看 不过最近如果你到了附近 可能会感受到是沙滩上怎么出现油污了 原来是新加坡的巴西班让码头发生了 挖泥船还有油料加注船相当的事故 也造成了石油外泄 还踏在海滩上看似不舒服 不停翻滚 另外还有水鸟全身裹的黑油漬 打到沙滩上的海水全是黑的 这里是新加坡观光圣地 圣桃沙海滩 原来是因为14号一艘挖泥船 和一艘油料加注船 在新加坡巴西班让码头 想撞后漏油 导致圣桃沙海滩受到严重污染 海滩紧急关闭 原本满心期待来玩的游客 看到的只剩满是油污的沙滩 新加坡当局在海岸线 部署了近1500公里的海上围栏 来阻止更多石油扩散 派出青污船在海上拦截油污 还有人在海滩上产出油污 而漏油也影响到附近的海滩商家 原本周末都挤满人潮的沙滩酒吧 现在只有少少的人 专家呼吁民众不要靠近受影响的区域 专家还分析清除油污的工作恐怕还有好几周 对当地观光产业和自然生态都受到严重冲击 华北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的华南还有江南地区有大雨不断 连带也出现了不少灾情 包括是广东梅州的洪水冲垮了桥梁 另外呢在福建也出现公车几乎灭定的景象 强降雨冲垮山区道路 柏油路面也出现超大裂缝 大陆华南地区暴雨没完没了 福建有处低洼路段 积水甚至淹过公车 深度达到成人胸部这么高 幸好救难队赶到赶紧撤离 车上十几位受困民众 福建五平县岩前镇 二十四小时内累积雨量三百七十二毫米 已导致四人死亡 两人失踪 灾情恐持续扩大 广东梅州平原县东石镇 这处混凝土桥梁硬生生被洪水冲垮 同一时间 梅州当地也成了汪洋一片 积水深度一度达两米高 电力全速中断 金箍侧 踏方量约一千五百立方米 滞留车辆约有四十五辆 其中有两辆车 被泥石流堵在接近隧道出口的地方 持续暴雨的广西 这处隧道洞口处被大片滑落的土石掩盖 有车辆和民众被困在隧道当中动弹不得 另外福建有游客因为暴雨被困 宁夏也有车辆被卡在洪水包围的浅滩 抢救过程显向还生 二十号湖北到江苏等地的雨势依旧猛烈 虽然说雨淡的北台对于缓和江淮 江汉等地的气象干旱比较有帮助 但是湖北安徽等地也需要警惕 汗烙急转可能会引发的刺身在海 大陆中央气象台预告 江南华南地区雨势即将减弱 不过南方将迎来全天候的湿热天气 洪涝灾害过后又得防范高温威胁 TVB新闻综合报导 中国大陆是好雨存灾 但是在美国的南加州已经爆发了野火 而且一烧就烧掉了一万五千英亩 其问原因目前还在调查 但是可以确认的是 现在必须要投注非常多的救火能量 尤其现在只有2%的火势受到了控制 当地的州立公园也撤离了1200人 但是在强烈热穹的笼罩之下 接下来美国西南部的高温 恐怕还会再往上冲 满山浓烟和大火 消防员奋力扑灭火势 美国加州洛杉矶郡爆发 今年第一场重大火灾 州立公园被迫疏散上千人 野火沿着5号洲际公路 南部迅速扩散 两天已烧掉近一万五千英亩 根据加州森林防火厅 目前出动400人 70辆消防车和两辆推土机 但截至星期天中午 仅控制住2%的火势 美国国家气象局 已对洛杉矶郡5号洲际公路沿线 和文图拉郡山区发布火灾危险宏旗警告 直到美西时间周一下午5点 这次大火从周六下午 距离洛杉矶西北 96.5公里的戈尔曼开始延烧 之后往东南方 朝内华达州的金字塔湖移动 加州州立公园管理局 从饥饿谷公园撤离1200人 大火已吞噬两栋商业设施 当地高温 低湿度和强风 大大阻碍灭火行动 加州出动消防机在空中洒水 消防员也在外围设防火线 好控制住火势 另外在北加州 距离旧金山北边 约130公里处 也出现小型野火 索诺马湖附近人口稀少地区 同样发出避难命令 不过本周 美国要面对的还不止野火 还有冷热交替的极端气候 美国下至本周四才报道 但在强烈热穷笼罩全美下 接下来几天 横跨美国十多个州 近200个地点 可能将标出破纪录高温 除了极端高温 部分地区再加上湿度 恐怕将让酷热指数标上危险的三位数 亚特兰大居民带着孩子到细水区凉快一下 但极端气候不只影响人类 动物也一样 内华达州野生动物保护区 就怕来自高原寒末带的雪暴撑不住 设置了特别避暑空间 美国官方估计 周日全美超过6300万人面临高温警报 从西南往北经丹佛到芝加哥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高温已迫摄氏44度 6月前两周的气温已比往年平均高出好几度 是史上最热的6月初 不过太平洋西北地区则异常寒冷 降雪网络及山脉北部移动 预计北部平原到中西部北部都会有强降雨 佛罗里达州上周已降下至载豪雨 汽车都泡在水里驾驶被迫汽车逃命 从周日起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已升高大雨警戒 热带湿气预计一路从德州到阿拉巴马州 带来超过250毫米雨量 体育生活综合报道 好 很多国际新闻在我们的看世界都会提供给大家知道 也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提供的新闻内容的话 追踪订阅我们的TBS News的YouTube新闻频道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头 跟我们一起讨论分享今天的新闻内容 再来持续带你来关心的是澳洲总理 在今天接见了大陆的总理李强 虽然说场内看似是非常和平 但是呢澳洲总理也说了 向他关切中国人的文权问题 但场内或许相对来说是和缓许多 因为场外则是抗议声浪不断 西藏人权团体用激烈示威方式 迎接中国大陆总理李强 不过另一头 有人敲锣打鼓穿上一身红 中国大陆侨胞手拿澳洲和五星红旗 热情欢迎两派人马突然吵了起来 现场群众情绪失控澳洲出动警力 用人墙阻挡中国大陆总理 时隔七年到访澳洲就遇上抗议场面 和李强会面后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当面向他表示关切中国人权问题 不过李强死刑有意为中澳破冰 宣布对澳洲提供免签优惠 这回双方互动回温 澳洲欢迎仪式上还出动礼炮大阵仗迎接 澳洲外长黄英贤也与李强会面 他接受澳洲媒体访问时提到澳洲跟中国将会是永久竞争关系 至于台海议题澳洲支持两岸维持现状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黄英贤指出台湾问题依旧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引爆点之一 TVB新闻听不到 其实在选举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在比大家到底谁出的错少 尤其2024美雪 这两位候选人真的都是年纪有一把了 所以状况也不少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拜登好了 拜登其实他最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出席洛杉矶募款参会的时候 好像当机了竟然空白了10秒不动 后来是被同台的欧巴马把他牵下来 另外一位的话要看到是川普在造势场合上 常常这个嘲笑拜登脑袋当机 但他自己也说错话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密西根的造势场合 嘲笑拜登 最近脑筋经常荡机 没想到刚笑完自己也讲错名字 川普口中的这个医生其实叫杰克森 却被他讲成强声秒打脸自己 另外拜登出席洛杉矶募款参会 现场包括演员乔治克隆尼 朱利亚罗伯兹都显成力挺 募款金额达到三千万美金 不过活动尾声拜登疑似再度僵住 当机十秒最后被欧巴马礼貌性的请下台 路透社民调显示 有78%受访者认为拜登太老 也有53%认为川普太老 不适合当总统 但是从认知上来看的话 专家认为拜登的状况其实还不错 民主党将在八月提名总统候选人 现在除非拜登自行退选 否则民主党换人选的几率并不高 台湾北新闻综合报道 四年一度的欧洲国家杯足球赛正式开打 不过在这个赛事期间竟然乱象不断 首先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德国的汉堡 发生了袭警事件 一位男子拿着斧头横冲直撞之外 还攻击警察 到了警方开枪制服 另外在西北市的城市盖尔森基辛 在比赛之前 竟然在餐厅里头也出现了冲突 出现全武行的场面 抄袭椅子就往前丢 户外座位区一阵混战 桌椅全被当成武器 好几名员警戒状头盔还来不及戴好 就往前冲 警方到场人群两瘦散 不过手可没闲着 继续拿着椅子狂砸 这里是德国西北部城市盖尔森基辛 当地时间16号 这间挂着塞尔维亚国旗的餐厅 爆发肢体冲突 由于事件就发生在欧国杯 英格兰和塞尔维亚的比赛前 就怕是球迷闹事 警方大动作包围餐厅 避免冲突继续升温 但地上血击斑斑过程中 不少人受伤 至今时 我们知道 这次有一个互相议计划 我们正在评计划 但还有其他评计划 还没有关注 冲突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德国难得举办国际赛事 却乱向平全 同一天在北部城市汉堡 一名男子手持 类似斧童凶器 对着远警大呼小叫 甚至突然爆冲 冲向人群 现场远警连开竖枪 将男子制服 男子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一天内两起冲突 德国警方不敢大意 除了在火车站加长巡逻 塞尔维亚球迷游行 也派出警车警力支援 每四年一次的欧国杯 14号开梯才进行到第三天 就已经冲突不断 6月底进入16强后 维安恐怕得再升级 TVB的新闻总部导 不过对于很多美国的卖场来说 他们最不乐见的就是 这样子混乱冲突的场面 尤其之前我们听过很多美约讲 美国这边有很多的店家 遭受了零元购之乱 但现在也有集体窃盗案 这一次呢 华盛顿特区很多的店家 干脆自救起来 在每一个店员身上都佩戴密露器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吓阻这样的现象 另外还有最保险的方式 就是不要让大家带着大袋子 进到店里头 禁止消费者 携带大袋子入店 就是希望可以保护自己的双品 骑滑板车到店内偷窃 还嚣张大声叫嚣 还有人拿灭火器洗劫精品店 像是这样集体入店行窃事件 在美国各大都市层出不穷 全委卖场窃盗问题猖狂 各种零元购行为 让店家都很头大 像是华盛顿特区的百货业者 为了贺阻窃盗行为 甚至开始考虑 要让店员佩戴密露器 另外还有一些连锁卖场巨头 像是折扣百货 TJ Max Marshall 居家用品百货 HomeGood等 都发声明说 他们还会请专人来防盗 同样也会佩戴密露器 但这项措施真的会有效吗 民众看法不一 不过除了密露器 也有店家干脆寄出新措施 那就是禁止入店的消费者 携带大袋子 怕被拿来当放置偷窃的东西 也有店家很直接干脆把商品锁上 然而有居民建议一个最基本的方法 2023年全美因商店窃盗案 造成店家一共损失了1216亿美元 但商店抓到窃盗的几率只有2% 要如何防盗已成全民课题 TJB新闻综合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英雄电影蚁人 可以伸缩调整自己的体型大小 就可以进入到很多的极端场所里头 进行轻搜任务或是完成任务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这种昆虫型的机器人 还真的被发明出来的 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花费15年所打造的昆虫机器人 未来他们会怎么样用这个机器人呢 像是一些这个石缝里头 或者是这种灾后授救 进行大型基础设施的检视工作 就非常适合用这样子的昆虫机器人 因为大小来看的话 一只只有2公分不到 漫威英雄主角蚁人的身体 能随意忽大忽小展开拯救任务 这样的电影情节已经在现实中成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耗费15年 研发出这款仿生机器人 因为身长仅仅两公分 跟小指头的指甲差不多大 透过蓝牙遥控 可在极小的十堆缝隙中来去自如 研发团队以行动敏捷的蟑螂为发响 用碳纤维打造昆虫机器人外壳 内建比硬币还小的感控晶片 靠两条前腿做到快速执行和转动 目前我们这个空载的重量大概是200毫克 可能相当于40多个人头发丝的一个重量 它在空载的下 我们现在最快速度可以达到45厘米每秒 已经和蟑螂的速度相当了 靠着两条细金属丝 每充电两分钟可爬行十分钟 未来这款昆虫机器人可应用在灾后搜救 或大型基础设施损伤检测等场景 让电影蚁人的超现实幻化成真 有一只机器狗正在福建平坦两用大桥的桥洞里 来回巡查 这里铺设的电缆长达16.7公里 虽然空间狭窄 机器狗照样能匍匐前进 利用高精度激光雷达感知系统和AI运算 对电缆进行红外线检测 透过后台的视觉辨识功能判断情况 一旦数据异常便会发出警报 中国大陆和香港现在都会利用机器狗 进行高压变电站巡检或环境污染巡查 打破以往得靠人工耗时长成本高 安全风险大的缺点 做到提前预警 让大型基础设施顺利运行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说到这种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因为有救灾的需求 才有这种昆虫型机器人 但是这个时代虽然科技很方便 很多人却不想再捧科技业的饭碗 因为常常被裁员 反而是在美国公家机关变得炙手可热 Google has everything, free food everywhere, Wi-Fi enabled free shuttle 各种员工福利尽情享用 甚至打造游戏试试听间 让人有上班像是来度假的错觉 也让这些科技公司每年都成为 新鲜人心目中第一名的梦幻企业 但从去年开始美梦变噩梦 科技裁员潮打碎了外界 对矽骨高薪工作的滤镜 在每一刻都会变成了 你会变成了 科技业全体完全失败了 因为人们开始认识 科技业就像任何其他业 一天上升了一天 现在就下降了 我们可以认为 在Google和Amazon的公司 当时他们开始宣布下降 人们开始认识 这些科技,这些科技巨大 就像任何其他国家 他们会招待你今天 他们会把你招待你明天 尤其在通膨压力大的时期 科技公司大动作裁员的情况 确实也下退不少 原本对矽骨企业 抱有幻想的民众 特别是刚准备 踏入社会的新鲜人 所以这些科技公司的职业 职业的职业的职业 职业的职业的职业 已经超过30% 在2012年和2012月23年 而职业的职业职业的职业 已经超过了 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职业的职业的职业 是一个重要的重点 在学生的选择 在职业的职业的职业 因为这些企业的职业 是非常肯定的 因为这些企业的职业 是非常肯定的 而通过最多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的 现在的学生 和最近的职业 都看到了 他们的整个季度 是增长的职业 他们看到这些企业 变得更大 如果能一脚跨进 Google或是微软 未来在科技业领域 相关工作 都能比较快速获得关注 人们真的想要那些 尤其是尤其是 如果他们只得到Google 在6个月或是一年 他们仍然说 他们仍然在职业 我仍然在职业 在职业 是人们开始认为 有其他选择 如果他们在职业 他们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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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社会 有需要的技术 他们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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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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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但这批新生蛋 也跟以往心态大不相同 就算能迈进 这些知名企业的门槛 也不再像以往 想要在这些大公司 长久工作 也有更多人 不再执着 想挤进 戏骨巨头的窄门 愿意走进 小型新创公司看看 慢慢累积经验 寻找发挥空间 TVB新闻综合报道 保龄查识案件 消机会打算要 正式提出了 这样子的团体诉讼 当中求偿的对象 也包含远东百货 真是非常的幸运 还活着 邦银查识在3月底爆发 累积24人 请证6人 不敌病魔身亡 事发近3个月 消机会17号也正式 启动保龄案30人 团体诉讼 身为受害者的黄叔 均从事艺术策展行销 在鬼门关前走一回 不幸中的大幸还是留下不可抗的后遗症 那以前不需要不用血压药 那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后遗症 然后这血压 可能会导致一些神经上的问题 然后那个我现在体力也变得非常不好 体力变差 做任何事情 行动变得缓慢 渐渐影响到工作 保龄案让他很失望 保龄查识负责人 没有保保险负债累累 对他提起求疮 恐怕有难度而消机会 帮受害者家属 找义务律师团协助大家打官司 实际上从5月中旬开始 陆续和受害者家属联系 直到6月13号才正式面对面谈话 同一收取相关的用餐收据 医疗诊断证明等等 如今走上法律途径 实际拿到求偿 至少一年以上 相关的金额 目前也不会有个答案 只是针对保龄查识负责人 处事的调查 北检透露部分的被害人 解剖鉴定报告 尚未有结果 仍在证办中 T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